我们都知道 和珅被嘉庆赐死 跟他的贪有很大关系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好色 而且他好的还都不是一般人 和珅有九个老婆 其中一个本是甘肃不正史王胆旺的小妾 后来王胆旺贪污被政法 他便被人买去送给了和珅 好人妻这事当然罪不至死 可千不该万不该 他竟然还惦记上了皇帝的女人 有一次和珅被禁贡给皇帝的美女给迷住了 于是擅自在淘汰名单上 加上了他的名字 多番辗转接了回家 其实乾隆对这事是门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但嘉庆可忍不了 一上台就把和珅打入死牢 所列和珅二十大罪状中 有一条就是 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 罔顾廉耻 和珅的一生都贯穿着贪 作为贪官 他恨不得贪尽天下财富 身为男人 他又恨不得染指所有美女 贪财又贪色 终究是一臭万年 关注我 分享文化知识 回见了您